临床中,低甲视症患者往往合并代谢性减中毒,但实际上,低甲视症与代谢性三中毒合并,存在也不少见。 这种多重的酸碱平衡紊乱,背后往往另有玄机。 本期栏目,我们一起讨论已则少见的病例,一起为临床提供参考,内容介绍病例资料。 患者女性,28岁,因突发四肢,乏力12小时,加重半星期两小时入院,入院前12小时。 患者夜间起床小便是自觉同晕,自身乏力,无恶心呕吐,无胸闷,胸痛,气致等不适,患者未重视急救症,入院当月清晨, 患者感四肢乏力加重,并不能翻身,但心慌胸闷,恶心呕吐,随往当地医社区就诊,就诊过程中,患者突发四肢贪软,面色苍白,心慌胸闷气粗,全身冷汗出,无头痛呕吐,无口眼弯鞋,无四肢抽搐,无言语检色,无大小便失禁,随改送, 无愿急诊科,急诊行星电图检查提示替波低频,测诱甚至血压16096mHG故意病毒性心肌炎,输入我科,入院查提示体温36.8度,脉率78次每分,呼吸23次每分,血压17100mHG神至轻,精神为你,绝代,皮肤及舌太干燥,皮肤及年魔无恍然, 全身前表淋巴结微门几种大,心肺腹肠体被剑明显异常,双下肢无水肿,双侧饶动脉及足被动脉搏动良好,生理反射存在,病理反射未引出,四肢激励零急,辅助检查,心电图是痘性心率,跌柔不偏,低波低频,刻剑优波形成, 入院后首次血肠规移电解质检查件表衣,降概溯源,0.02ngml,0.05ngml,诊讯剂试验45pg每毫升,60pg每毫升,表衣患者入院后, 三次血肠规移电解质检查结果,血气分析,pH7.259,7.35,7.45, 二氧化碳分压,21.1mHg,3545mHg,氧分压59.6mHg,81.00mHg,动脉氧饱和度90.0%,91.9%,99%, 实测碳酸氢氢根16.4mHg,21.4mHg,27.3mHg,標准碳酸氢根16.7mHg,21.3mHg,24.8mHg, 一眉学,心肌损伤标志物,床旁心脏采超微的明显异常,老纳台75pg每毫升,0.125pg每毫升, 电粉煤1250UL,8001800UL,入院后必急穿刺锁骨下静脉,建立可靠静脉通道, 隐移心电,血压肩护下,与绿化钾三颗缓慢静脉崩入,绿化钾广式片口服,一颗次,一日三次, 碳酸经浪6.25克静地纠正酸中毒,同时积极完善其他辅助检查, 力位全固同84.05pg每毫升70,300pg每毫升,我位全固同154.4pg每毫升30,160pg每毫升, 胸部打蓝突一及甲状腺功能检查,胃剑明显异常,腹部超生胃剑渗动脉狭窄, 及身上线增生增下,尿PH8.5.5,尿电解质,尿辣250,磨24小时,130,260毫磨224H,尿辣182毫磨24小时, 51-102毫磨24小时,尿盖7.7毫磨24H,2.57.5毫磨24小时, 24小时尿量3600毫升,徒医患者入院后,胸片未见血切肺部感染迹象, 入院次日的患者体温无声高,血压降至正常120期时, 妹妹尽首次复查血肠规及电解质件表依, 因患者血清价浑身不明显,且伴有高略血症, 故患人们东安酸甲美,纠正电解质紊乱, 入院第三天再次复查血肠规及电解质件表依, 病例特点,患者为青年女性,入院查体发现有高血压, 半重度低假虚症,起初考虑被全固酮分多所致激发性高血压可能性大, 胆渣力握了全固酮水平,肾脏踩超均未见一场, 在密切监测,但未雨降压前提下, 患者血压逐渐恢复正常, 后行动态血压监测,意未见血压升高, 疾病其入院时,血肠规提示白细胞总数, 中性粒细胞数,中性粒细胞百分比均升高, 但患者一直未有体温升高, 以无咳嗽、咔痰、肤痛、腹性、尿瓶、尿剂等感染迹象, 且胸部影像学检查, 将该素源及真菌剂试验均为阴性, 虽未经抗炎,但在随后复查中, 其血相逐渐恢复正常, 结合其胜术临床表现, 考虑其血压及白细胞升高, 均为机体,迎起反应所致, 诊治思路,起初考虑患者, 低甲虚症为低甲性周期性麻痹, 但其既无加足使, 义无甲状腺功能异常, 且其对足量不加反应差, 再次温吸其血, 尿电解质水平, 及动脉血气温吸结果, 该患者主要表现为, 一顽固性低甲虚症, 二因离子间隙正常的高氯性代谢性酸中毒, 三大量碱性尿瓶尿角, 尿概升高, 综合考虑, 该患者因为院端形肾小管酸中毒, Distal renal tubular acidosis, 主要主要系院端肾小管上皮细胞, H加风筛节, 导致主动分泌入管腔的H加减少, 进而是被H加K加交换而NA加K加交换增强, 表现为大量甲离子由尿液排出, H加分泌减少, 尿液随之减化, 其生化表现为肌体血中碳酸性盐水平减低, 高氯性酸中毒, 低甲血症, 尿减性的代谢性疾病一, 不得盖数, 不得病因可分为原发性及进发性两种, 前者多为先天性肾脏酸化功能缺陷, 癌眠肾, Fabri病, 细微肠染色体险性遗传, 亦有隐性遗传或特发性病例, 后者长期发育血液系统疾病, 如特发性高球蛋白血症, 冷球蛋白血症, 此生理异性疾病, 如系统性红白狼疮, 干燥综合症, 甲状性功能抗净症等, 慢性肝脏疾病原发, 性胆肢性肝命化, 慢性活动性肝炎, 或药物性维生素D脊柱毒性肾病等二, 进一步筛查病因, 患者, 物理的家族史, 肝脏功能检查异常, 但品格检查发现其皮肤及舌太肝脏, 追溯病时发现其入院前一年及自觉口感, 吸饮水, 即使固体肝性食物持续流至送下, 半双眼, 肝色一肥牢, 经常使用低眼液, 茶血尘32毫米每小时, 自身抗体图是类风湿因子, 70.60IU每毫升, 20IOME, 抗核抗体, 加, 抗SSA抗体, 抗SSB抗体, 经风湿免疫科会整靠型唇线活解, 病理结果是少量脱线组织, 线体清中度萎缩, 脂肪组织浸润不明显, 淋巴将细胞浸润造三出图二, 修正诊断为干燥综合征半骨症, 图二纯线活检织性体清中度萎缩, 脂肪组织浸润不明显, 造性指数分级四级其心四时, 干燥综合征概述, 干燥综合征常累及全身多个系统, 并出现肺间质纤维化, 肾小管酸中毒, 肾功异常, 周围神经病变等三, 党类及心血管系统, 可知冠状动脉周样硬化形成, 多数心脏受累者, 乌林藏症状, 心脏超生可出现心包肌液, 左心舒张, 功能降低, 被动脉高压, 二, 三肩板关闭不全, 左心增大等非特意改变, 部分患者可出现高血压, 但从本一患者病情演变看, 其血压升高因为肌体, 应激所致, 肝脏综合症并非临床少见病, 但病因多种多样, 临床表现意义类及器官不同而复杂多变, 全方二认识肝脏综合症, 对于减少路诊物诊大有逼利, 该患者上与强抵松抑制免疫反应, 口服门冬胺酸甲美不甲, 因绿化甲可加重钢率血症, 估计一使用举元酸甲或门冬胺酸甲美, 碳酸轻烂纠症酸症毒等对症, 患者血清电解质, 血肠归恢复正常, 症状隐险缓解后出院, 建议患者于封失免医科门者随访, 参考文献, 一中华医学会风式病学分会, 肝脏综合症诊断基举难解, 中华风式病学杂志, 2010,1411, 766-768, 二建宏, 陈南, 陈小农, 得, 84例肝脏综合症和病腎症症患的临床 与病理分析 J, 中华耐科杂志, 2001, 406, 367-369, 322-Loney E, Pobini C, Skeloge G, ADL, Hardiovascular Disease, Risk Burden in Primary, SJ, Granese Syndrome, Results, Op population-based Nauticentric Cohort, Study G, J Internet, 2015, 2782, 185-192, 专家简介, 孔令秋医生, 医学硕士, 成都中医疗大学副属系内科主治医生, 毕业于四川大学华西医学中心, 主要研究领域, 为新律师场变生理检查及射凭消融手术, 以及住院患者床膛超生检查, 承担国家及省部级科研项目三项, 在Hard中华医学杂志, 中华新血管病杂志, 中华新律师场学杂志, 中华超生影像学杂志等期开发表文章, 二十一篇, 主编一, 医学专注两部, 县为BMJ, Kathari Pods, 新血管外科杂志等审稿人, 四川省协会高血压分会青年委员, 成都市中西一结合学会脑心同志专业委员会委员等, 往期链接, 新在线专业平台专家打造, 田新芳美编, 财林霞, 致败刘明玉,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别忘了按赞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